台北市的口罩禁令可以松绑了吗 市长柯文哲今天到市议会背询 全场几乎只有他没有戴口罩 柯文哲坚持说自己在1.5公尺范围内没有人 就算官员一同背询 他们有戴自己就可以不用了 而至于底下的议员们能不能也把口罩拿掉呢 柯皮笑说要先看旁边的人够不够安全 不过按照市议会现在的防疫规定 进场就是得全程戴口罩的 这让议员怒批市长是带头违规 双方就为了这个问题激变了将近五分钟 最后柯文哲才无奈妥协 走上背询台 柯文哲口罩直接脱下收进口袋 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 柯皮首度拿下口罩背询 难道是在暗示台北市的口罩禁令能解除吗 室内不特定人都还是戴的 我讲话我可以不用戴 不是你要怀疑你旁边那个安全不安全 坐在旁边的议员无奈被波及 台上官员同样被点名 因为他发烧的时候他立刻不来上 所以你对他有没有信任 有啊 刘局长他也没戴 那你民政局长也没戴口罩 你看他现在来偷偷戴起来 一句信任就没关系 有的官员巧巧戴上 有的则是偷偷脱下 但议会防疫规范白纸黑字 没戴口罩就不能进入 难道市长就不用遵守吗 我还是遵照我们在议厂的规定 不用来 不用 他们有戴我没有戴 那这怎么对 这样又不是一个办法了 不满柯文哲想特决 双方吵得不可开招 柯平说要给议会专业建议 议员则搬出主席主持公道 安全程度以上是 让你自由 挺专业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进到议厂 还是大家带 那你要请主席啊 我是没问题 我随时都可以戴 知道那口罩我们戴上 不想争辩柯文哲乖乖戴起口罩 在规范明确松绑前 市长自己恐怕得先做好榜样 在台北综合报道